監視器畫面上 左上方一台機車 沒有兩段式左轉 直接騎在快車道 直接左轉 對向綠燈直行的汽車 沒發現就這樣撞上去 我們也只是直行而已 然後就反正我們就正常騎 我們騎滿慢的 我們在滿後面 就聽到蹦一聲 就 奇怪就看到兩個倒著 那有綠燈左轉啊 那 踩到就怪了 快點也沒辦法啊 執行車駕駛說 當下根本來不及反應 這起車禍發生在 週六凌晨兩點多 騎士雙載跟轎車撞擊後 汽車的車頭凹陷 機車更撞進人性道草叢 兩人噴飛 血流滿地 其中一人手部大量出血 熱心民眾幫忙壓住 止血急救 現場亂成一團 警方事後調查 受傷騎士十九歲為空軍士兵 手腳骨折 身體擦措傷 後座另一名十九歲 胡姓大學生疑似內臟破裂 傷勢嚴重 還在開刀救治 為一號制左轉網通 與當時沿博愛二路 南向北方向行駛之 至小客發生碰撞 白天重回現場 地點在高雄左移秉承二路 車流量大 機車必須要兩段式左轉 但深夜正信誓逼 騎車載大學生 入口直接左轉撞上執行車 量乘兩傷相關照折 警方還要事後釐清 三內新聞黃志忠黃大衛陳雲安高雄報導 站住旁耳 越下山